Hello,大家好,我是香妹啊 在我的上一期视频中呢 我讲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一个薪资比较 然后呢,最近应该是上周又有新闻报道出来 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家中资企业叫东方日升 是一家太阳能公司啊 将在未来15年投资马币422亿在马来西亚建厂 那早在今年的3月啊 我国的酒盟职业也宣布了将追加投资51亿马币 在马来西亚扩大厂门 那在更早之前还有这个联合钢铁啊 在马来西亚的马中关单产业园投资58个亿马币建厂 那目前这个联合钢铁是已经投产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工厂制造业愿意投资建厂在马来西亚 我就我自己了解的啊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马来西亚的一个营商环境啊 那在最前面我先说点不中听的话 我是个外行人我也不是一个商人 但是在有一些观点上 我觉得一旦企业做大了之后 它的利润丰厚了就容易被抠羊毛啊 像马来西亚大家家喻户晓的唐王 郭鹤连 SP Steel 十大集团啊 这些集团其实都是有故事的 我相信马来西亚的朋友都很知道啊 所以大家成功的商人一定要做好这个预防基着 其实这个做大企业这个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啊 那根据市营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啊 马来西亚的营商环境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里面排名是第12位 比他在2019年的一个排名是上升了三位啊 营商环境的这个评分的考量点主要是在啊 开办公司的一个难易程度方面 还有一些登记财产啊 纳税方面以及跨境贸易等等这些方面啊 马来西亚原本是一个啊 以农业基础转型为现在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国家啊 他主要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贸易为主 那目前主要出口一个有电子产品 还有电器啊 这些出口的全球加入到全球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当中 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呢 有啊我们中国新加坡美国日本和泰国 马来西亚它也是一个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经济体之一啊 那马来西亚跟我们中国是有了一个很长期的友好的外交关系的 两国呢是在1974年就建交了 马来西亚是第一个跟我们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啊 同样也是第一个邀请中国加入这个东盟自贸区 第一个邀请中国参加东亚峰会的国家啊 那我们外国人在马来西亚要怎样开办自己的公司呢 首先啊我们外国人在马来西亚是可以成立公司的 而且是自己百分之百持股的 但是记住但是啊 但是这个是有行业领域的限制啊 针对于不同的行业领域呢是可以我们外国人可以持股 那在疫情期也就去年的时候这个员工资缴的比例是下调到7% 在今年的时候这个比例是调整到了啊 9%这是员工自己缴的 那保险方面呢 保险的缴付的一个工资上限是4000码币 公司缴0.2% 员工缴0.2% 所以一共是0.4% 那还有一个是公司预扣税10%到15% 马来西亚在外商的投资方面有很多的激励免税政策啊 还有一点是不限制资本和利润的汇汇 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马来西亚的普通的公司税务是17%到24% 相对是比较低的 那销售服务税SST啊是5%到10% 政府不征收股息税财产税 遗产税资本盈利税 但是假设我们是卖一个房子或者说房地产股份的收益 这个是需要缴盈利税的 注意啊这个是要缴盈利税的 那马来西亚有21个自由商业区 还有22个自由工业区 这些都主要集中在西马 商业区主要是从事这个转口贸易 工业区就享受低税率啊 免税生产原材料 零部件机械设备等等 那还有5个经济特区啊 在经济特区投资的公司企业 可以享受5到10年的法定收入所得税免征 5到10年合格资本支出的60%到100%的补贴 在特定条件下免征预扣税 印花税啊不动产盈利税等等啊 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在生产成本方面啊 马来西亚的工业用地的一个价格区间啊 当然这个是越靠近首都吉隆坡的话 它的地价会越高啊 在雪南俄州最贵是每平方英尺65到200马币 其他州属呢是在一个几块钱到90块马币不等 那有一些产业园区的地价也会相对高一点 会到30到60马币左右每平方英尺啊 再来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天然地理环境优势啊 还有他当地的一个人才优手不得不说马来西亚的人们 他们的语言天赋都非常高啊 在人力物力成本的性价比非常高 马来西亚它由于一个特殊的多元化民族文化嘛 所以本地人的语言能力十分突出啊 我非常羡慕他们 可以无缝衔接东西方的经贸合作 无障碍的交流 那马来西亚的生活成本和商业运作成本等等方面 都是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的 再来就是说运输方面啊 那自古以来马来西亚的航海路线都是非常繁忙的 也是啊历史中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啊 在马来西亚注册的公司呢 可以借助这种海陆空的运输渠道啊 将我这个整个的一个商业优势可以辐射到整个东南亚乃至全世界啊 那开办公司除了税务政策之外呢 另外的就是刚才说的 生产人力物理成本以及这个运输上的便利性 基本上马来西亚都具备一个非常强的竞争优势啊 另外马来西亚目前拥有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啊 包括啊全球贸易协定还有区域贸易协定 马来西亚在1957年加入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啊 是世贸组织WPO的创始成员国 也是东南亚国际联盟的创始成员国 所以它有庞大的这个协定网络 也方便让我们的企业呢 能更快速的更容易的去进入到国际市场 马来西亚还是属于英联邦国家 这个大家都知道以前是英殖民地 那它还是东东十国以类的一个经济发展影响力很大的国家 在全球54个穆斯林国家的商品认知度 以及它的一个市场驱动力是非常强劲的 马来西亚也是备受全世界的啊 穆斯林客户商界政要所侵奈啊 那据了解呢 目前全球的穆斯林人口数啊 有18个亿啊 也有要研究表明呢 在2050年的时候 穆斯林的一个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8个亿 所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客群市场啊 再来看一下啊 依据马来西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分析协会发布的报告统计 在2017年到2018年的一个劳动心劳工薪资啊 基本上比我上一期视频中所说的薪资都要稍微高一些 当然薪资水平的话也是需要综合每一年的一个市场实际的情况表现来看的 对于我一个蒙阿汉来看的话 如果没有相关的一个税务减免 尤其是大型制造业或者金融行业 马来西亚的公司税务是24% 其实是接近四分之一的一个比例 那假如说综合算下来没有免税的话 也是一笔蛮大的开支 那在马来西亚未来的一个十年发展愿景上呢 政府确定了15项经济增长计划 主要就有包括像伊斯兰金融中心啊 数字经济啊 还有它的东盟中心的一个地位啊 然后清真食品 这个是很大一部分啊 还有物流运输的可持续交通 那还有它的绿色能源经济啊 这个是现在全球都在讲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现代化服务啊 等等啊 一共是有15个 那假如说大家是从事相关领域的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 那假如大家是有意向来马来西亚进行啊 开办公司 开办企业 可以找专业的会计楼帮助大家注册公司 然后找商会帮大家去接洽资源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 会啊 这些专业的人才会更加详细的解答 大家的疑问和咨询 包括是说 这里面就包括说 每一个行业领域的公司 分别的税务减免是多少比例 以及在哪些产业员或者经济特区 注册怎样类型的公司是比较有优势的 这些都是需要有专业的系统规划和筹备的 那啊 我今天说的内容呢 也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外商投资指南 还有网络上的一些公开讯息 如有啊 如果有不正确的来 欢迎大家指证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假如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也请点赞并关注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